又是忙碌的一天 走出東京車站的通勤族 口罩似乎還是標準裝備 只有極少數例外 日本已經在這週一 全面解除長達三年的口罩令 不過許多零售業員工依然戴著口罩 政府也要求在醫療機構 或通風不良的場所中繼續佩戴 但其實不需要政府提醒 許多民眾原本就對脫口罩 持保留態度 沒有保護護膜 5月5月以後 每年都增加了 所以看照片後 就算是長一點 但現在就不能外散 春暖花開 也有民眾因為花粉症 必須繼續戴口罩 無論是有實際需求 或習慣難改 或單純區避風險 甚至因脫口罩 產生社交焦慮 民眾要呼吸自由空氣 恐怕還需要一些心理建設 大愛新聞 江玉婷編譯